感冒才会流鼻涕? 耳鼻喉科医师教你从鼻涕判断身体状况 反映疾病的鼻涕颜色 1. 透明粘稠 鼻子过敏通常会出现透明偏延的鼻涕,并伴随鼻子咬或鼻塞等这种 常使用收敛鼻水的药物,如抗组织案来缓解鼻塞症状 2. 黄、绿色粘稠状 若出现蛋黄、蛋绿、粘稠状的鼻涕,代表鼻腔受到细菌或病毒的感染,免疫系统正在与病菌抗争,而鼻涕就是抗争后的产物 2. 陈又成医师表示,若黄、绿色鼻涕仅出现1、2天,甚至只短暂出现就转为透明鼻涕,这个时候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生素,建议多喝水来稀释鼻涕,尽快排出 3. 若从早到晚都有浓鼻涕,时间超过5-7天,实验结果显示,黄色鼻涕中含有的致病细菌比例相当高,也就是细菌性鼻痘炎,除了也要尽可能地排出鼻涕,这时也就需要抗生素的治疗 3. 陈又成医师提醒,病菌感染所造成的鼻涕并不能像过敏性鼻炎一样收敛鼻水,因为过度使用收敛鼻水的药物,会使鼻涕过年不容易排出,反而会造成鼻痘炎恶化 3. 红色、紫色 偶尔遇到红色、紫色的鼻涕,大多是因为鼻腔前噪,外力损害,导致粘膜出血 3. 当血块凝固,就会出现紫色 4. 陈又成医师提醒,在诊所中也曾有案例是因为鼻咽癌出血而导致出现带血鼻涕,若出血状况严重,则要留意是否可能其他病症的可能性 5. 有鼻涕必吃抗生素 6. 若为过敏所带来的鼻涕,是身体对于过敏源的过度反应,通常只要远离过敏源,或是服用抗阻之外。 6. 陈又成医师表示,若感冒马上使用抗生素,可能并无额外疗效。 6. 但若确诊为细菌性鼻痘炎,则需要透过抗生素来避免发炎状况越来越严重 6. 鼻痘炎除了造成鼻涕、鼻塞的症状外,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永久无法闻到味道、脑膜炎的症状。 6. 感冒时,要尽可能排出鼻涕,若过于浓的鼻涕较难排出,千万不可硬醒鼻子,有可能导致中耳炎的状况。 7. 多喝水,适度搭配洗鼻气来帮助稀释鼻涕,更加容易排出。 7. 也可以适度按压,热复营香穴,这是在法令纹及鼻子下缘的交叉线的穴位,也有助于鼻涕排出。 7. 陈又诚医师提醒,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还学不会醒鼻涕,则可到诊所使用专业设备来吸鼻子,父母千万不可直接用嘴巴将小孩子的鼻涕吸出。 8. 因为口腔中也具有不同的病菌,反而会因为交叉传染,导致小孩子的症状恶化,父母也会因此感染。 8. 反应疾病的鼻涕颜色。 1. 透明年绸。 1. 透明年绸。 1. 透明年绸。 2. 鼻子过敏通常会出现透明偏年的鼻涕,并伴随鼻子咬或鼻塞等这种。 2. 常使用收敛鼻水的药物,如抗组织案来缓解鼻塞症状。 2. 黄、绿色粘稠状。 3. 若出现蛋黄、蛋绿、粘稠状的鼻涕,代表鼻腔受到细菌或病毒的感染,免疫系统正在与病菌抗争,而鼻涕就是抗争后的产物。 3. 陈又成医师表示,若黄绿色鼻涕仅出现1、2天,甚至只短暂出现就转为透明鼻涕,这个时候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生素,建议多喝水来稀释鼻涕,尽快排出。 3. 若从早到晚都有浓鼻涕,时间超过5-7天,实验结果显示,黄色鼻涕中含有的致病细菌比例相当高,也就是细菌性鼻痘炎,除了也要尽可能地排出鼻涕,这时也就需要抗生素的治疗。 3. 陈又成医师提醒,病菌感染所造成的鼻涕并不能像过敏性鼻炎一样收敛鼻水,因为过度使用收敛鼻水的药物,会使鼻涕过年不容易排出,反而会造成鼻痘炎恶化。 3. 红色、紫色 偶尔遇到红色、紫色的鼻涕,大多是因为鼻腔前噪,外力损害,导致粘膜出血。 3. 当血块凝固,就会出现紫色。 4. 陈又成医师提醒,在诊所中也曾有案例是因为鼻咽癌出血而导致出现带血鼻涕,若出血状况严重,则要留意是否可能其他病症的可能性。 5. 有鼻涕必吃抗生素 6. 若为过敏所带来的鼻涕,是身体对于过敏源的过度反应,通常只要远离过敏源,或是服用抗组之外。 6. 陈又成医师提醒,若感冒马上使用抗生素,可能并无额外疗效。 7. 陈又成医师表示,若感冒马上使用抗生素,可能并无额外疗效。 7. 避养症的症状况越来越严重。 7. 鼻痘炎除了造成鼻涕、鼻塞的症状外,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永久无法闻到味道、脑膜炎的症状。 7. 感冒时,要尽可能排出鼻涕,若过雨孔的症状。 与浓的鼻涕较难排出,千万不可硬醒鼻子,有可能导致中耳炎的状况。 多喝水,适度搭配洗鼻气来帮助稀释鼻涕,更加容易排出。 也可以适度按压,热复营香穴,这是在法令纹及鼻子下缘的交叉线的穴位,也有助于鼻涕排出。 陈又诚医师提醒,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还学不会醒鼻涕,则可到诊所使用专业设备来吸鼻子,父母千万不可直接用嘴巴将小孩子的鼻涕吸出。 因为口腔中也具有不同的病菌,反而会因为交叉传染,导致小孩子的症状恶化,父母也会因此感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